自年级,设计与工艺,单元4,包装,我最强 学习目标,联系现有的产品,及其包装设计 妈妈,为什么这饼干的包装和之前的不一样? 宝贝,那是因为产商想以更精美的包装,来吸引更多的顾客群哦 食品的包装不但要设计的精美,而且必须拥有正确的信息,以让消费者更了解此食品 包装,是一种用来保护产品的容器,以确保在运送、储存或展示时,都保持良好的品质 每种产品都有自己的包装,有些包装看起来很简单,有些包装却很精美 包装的种类有,铝制品,锡制品,纸制品,木制品,玻璃制品,塑料制品 同学们,我们看看每种包装的样子吧 以下图片是铝制品包装 以下图片是锡制品包装 以下图片是纸制品包装 以下图片是纸制品包装 以下图片是玻璃制品包装 以下图片是塑料制品包装 产品的包装,不同的产品,应用不同种类的包装 以下图片是非食品的包装 食品的包装 以下图片是失食品,和干食品的包装例子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,记得订阅,打开铃铛,分享,按赞,我们下个影片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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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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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